多謝主席 下一位譚耀宗宣 一般來說要處理的動議都是有討論的安排 不過正如剛才田北俊議員所說 因為現在提出現在財委會主席主持會議是否合適 這個問題是比較簡單的 所以如果你說不討論 我覺得問題也不大 不過因為基於有部分議員在堅持說一定要給一些要說話 我覺得亦都可以一個有限 不需要太長的時間底下表達一下 那就付諸表決了 我想如果不是正如主席你所說 大家都花了一些時間下去 這方面是沒什麼意思的 最後其實都是由委員會去做一個決定 有關於新動議員 這邊請到新動議員 好 我們在一起